Morning,我们要去青岛啦 我们马上就到 室友有点热,已经开始搜外卖了 我买着帽子,本来是想要去游南的 那边阳光比较充满,要秀帽子 结果没想到我带着青岛 室友还说我带着帽子向大妈方问 最近我两个是互相dust彼此的衣品 话说回来,这有沙发互相dust 本身就是两个都没有衣品 那马上就到青岛,酒店见 终于进房间了 因为人很多客满,所以他们还给我们升了一个集 这个房间没有很大 但是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浴缸 我们都震惊了 看一下它这个厕所 它的房间升级,是升级在了厕所上 超大 感觉跟房间都差不多一样大了 然后这边是洗手台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衣帽间 还有船呢 就我俩没事,我还得是进来了 本来是说这次来青岛就是慢旅行 就是吃吃喝喝就烦了 人超多这边 现在已经是差不多5点20了 然后我们等会儿进房 溜达一圈就出来了 不是,那不是个气球 那是个什么 哦,那不是个气球 那是个环瑶伞 这是刚刚说的还是一场 就在这儿 洗海澡的人还是不多 自己小的时候真的是跟虾饺子似的 我觉得这里边好浪 是,那真的关键 太酷了 是这样的 我妈妈妈在上面 非常恐怖 小 сб 这边 后ệt 我之前在那个油管上看到他们养着 好棒啊 我以为我来这种地方会很有窒息感 但是感觉还好 远离头摇 这个叫爪哇牛笨 还不用自己走 你看你看你看 哇超大 來了來了 奧哥 超大 攤子 是不是就是咱说的老板鱼或者是烙子鱼 这鱼怎么不吃 它好像是那种骨头特别软 它怎么互相吃呢 我爸知道应该就是咱说的烙子鱼或者是老板鱼 哇 我好喜欢这个大鱼哦 邓哥 嗨 哈喽 它现在就像那个鱼鱼似的 哎 我们看那个都快冰了 这是不是长鱼啊 嗯 哦 哇 金长鱼 是长鱼吧 超越好吃 我爸做的很好吃了 你又知道吃 它很味道 哇 好漂亮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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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海星 那是不是海星 真的假的 上面是真的海星吗 是放的东西在上面 你看看 你看那个还长这个样子 我的天 我的天 哦 这个鱼啊 这个鱼受伤了 你看 三吃鱼啊 真的是鲨鱼啊 三吃鱼啊 它吃什么 你看一下 它没法吃 性情叫凶嘛 好水 它是不是还装要装着沙子里的 你看 按 按 按 你看 这个鱼 你看 拿去到沙子里的 那不是就在那个水泥啊 干什么呀 啊 什么啊 你看看 看看 你看 那个是銀子 看着出来 看看看 这个好吃的 虾米一样的 是吧 这个 那是这个啊 沙满 沙满 嘿嘿 上下村有的 正吃吗 这鱼 传说中的娃娃鱼 我错了人还是很多的 不过今天阴天 我觉得要是天热的话 人会更多 阴天的人才多 不啥 晒晒得让谁冷 也是 天好在底下坡烫 早安 昨天晚上又喝多了 听到我沙哑的声音了吗 不过室友喝的比我多 我们现在已经退好房 准备去吃午餐 应该是早午餐吧 我的早午餐 他的午餐 他有吃过早餐 而我是实在是没有起来来 说一下就是我们昨天住的这个holiday inn吧 我自己感觉不是很值 别的倒都还好 但总感觉就是 住了一个贵价快捷酒店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holiday inn 可能是我对他的定位有错吗 但真的他的价格和 黄安假日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我这一次选他 是因为他入了那个大众点评的B住宝 我们俩就走出来试试吧 就之前来青岛的时候 我们两个也是住的皇冠嘛 所以就想说 这次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 应该去买杯子嘛 哈哈哈哈 我都忘了要给你买个杯子的事 行买买买 走起来 就是那个酒店也没有哪里不好 但是总感觉服务方面有点冷冷的 就高端快捷 好啦 我们现在往顶太风走 室友牵着我在往前走 拿着相机就跟个傻子似的 真的 我还没有吃过顶太风 不对 应该说我们俩都没有吃过顶太风 所以就尝尝鲜 好了 一会儿包子见 这小风吹着还挺舒服 而且没有那种海星味 那边还有一个Starbucks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我答应室友要给他买一个杯子 我都忘了 然后他还急了 找到了顶太风了 我们刚刚吃完顶太风了 现在在一个大洋伞底下等车 准备去核站了 刚刚吃顶太风感觉也太热了吧 不知道是我们坐的位子不好还是怎么样 真的是巨热无比 菜品的话 不难吃 但是我想说 可能除了台北的顶太风 我应该不会在城市第二家了 具体情况我会写测评 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细聊好了 对面就是海信广场 好 我好想进去购物呀 下次一定 你哪来的钱去购物 你现在在这个顶太风是高端西家的了吗 好 好 好 那这次短分的青豆的天夜 是不是就要结束了 我们马上就要到锦南啦 锦南见咯 比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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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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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